这只大猩猩可不得了 卡车爆胎了 他知道给主人换轮胎 摇摇清净顶 搬开坏轮胎 再将新轮胎怼上去 咔嚓几下对好螺孔 然后拿着扳手将螺丝也怼上去 娴熟的操作看得主人直呼 这大块头也太聪明了吧 换完轮胎 大猩猩又乖乖回到笼子里 负责运送大猩猩的司机叫阿衰 至于大猩猩为何如此聪明 他也不知道 货车驮着大猩猩还没走几百米 车子又跑毛了 他喵了喵以表盘 这个他喵喵的 居然没加油 跟着猪央的队友 大猩猩表示很生气 阿衰在高速上居然还直接下车 徒步找加油站 幸好下一个服务区有加油站 阿衰将大猩猩放出来 大猩猩也很机灵 居然老老实实在后面推车 阿衰则坐在前面指挥 可大猩猩使出了拉翔的劲 都没推动 下一秒 他爬到玻璃上怒吼 你他喵的 他手上啊 阿衰有点不好意思 大猩猩使出吃奶的劲 这才将货车推动 这么滑稽的场面 看着都想笑啊 当车子走到下坡 直接将大猩猩甩到后面 现在的阿衰还毫无察觉 大猩猩看到后面的自行车 灵机一动 就要蹲起了小两轮 看着吃瓜群众 也是一脸梦圈 话说 印度高速 就要能骑自行车 到了下坡 大猩猩才知道 没有刹车 随着阿衰一个刹车 大猩猩直接飞到笼子里 车子开到加油站 加满油 阿衰发现 自己根本没带钱 大猩猩直接被气到自闭 摊上这么个坑货 实在是人无可忍 要是还被人家拿走 阿衰看到对面 街头一人 想着可以坑大猩猩 去表演赚钱 大猩猩一万个不情愿 可没办法 只能乖乖为主人乞讨赚钱 要说大猩猩的眼睛 果然是马戏团的大明星 耍起来比积极国王都灵活 吃瓜群众们 纷纷一键三铃加投币 赚够了钱 能终于可以上车了 大猩猩是个通缉犯伪装的 为了躲避警察 他按小情人的建议 穿上了大猩猩头套 装成马戏团的大猩猩 为了顺利到达印度边界 他开始恶补 如何成为一只雄性大猩猩 就这样 通缉犯像模像样 装成大猩猩 关在笼子里 被送到了不靠谱的阿衰手上 他们万万没想到 阿衰这是第一次托运货物 临走时 小情人还特意装上了跟踪器 一个非吻之后 悲剧之理 这才开始 警长要求停车警察 听到是猩猩 警长不想去查车 阿衰却提醒说 逃犯有可能扮成大猩猩 逃跑的 通缉犯听到 立马被吓尿 警长感觉这小子 智商有问题 赶紧叫他赶跑 听到阿衰一路的吐槽 通缉犯这才知道 这运货的车是黑车 奈何 又不能换车 只能假装 啥都不知道 上到高速之后 大猩猩就乐开了花 只要下高速 就到了边界 刚嘚嗓没几分钟 阿衰自作主张要去警察 把手的服务站买香蕉 吓得大猩猩直啰嗦 幸好车子直接爆开了 不幸的是 阿衰光知道开车 对于修车一窍不通 甚至连换轮胎都不知道开螺丝 大猩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这才有了开头 修车子的那一幕 故事回到现在 一个路过的混混 看中的大猩猩 他愿意花大价钱买下它 可大猩猩是别人家的 阿衰却没同意 家家大叔用香蕉 炒粉大猩猩 相较对于通缉犯来说 简直就是侮辱 阿衰和混混达成协议 两人拖延几天 拿着大猩猩去表演赚钱 赚够了 再送去目的地 还没等阿衰反悔 混混就开车跑路了 车子直接被开到了附近的马戏团 阿衰被抬上 小美的表演迷住 一时间忘记了大猩猩的事 其实小美也是被混混 骗男的姑娘 由于没人帮助 她一直没能逃跑 阿衰偷听到两人的对话 主动要求和小美合作 偷到车钥匙 带着小美一起跑路 小美欣然接受 接下来小美又没人计 混运时间 阿衰则去拿回钥匙 刚要出来 被小丑给发现 事情败露 她赶紧去抢回车子 小美一个熏风腿 低飞帮手 也跟着阿衰逃出马戏团 两人只能走 相间小道 这颠簸的路 实在是苦了 极其国王 那笼子前后 冲来冲去 直接给人家通缉犯 给整运车 阿衰转头来查看 大猩猩已经 不云过去 两人只能去找 附近的兽医 方圆几十里 这一个破败的兽医医院 医生更是每天 医治娃娃的 不靠谱家伙 他们将大猩猩 送到手术台 医生将电流 拍到最大 直接一个电麻 将通缉犯 完全给整迷糊 接着又准备好大针头 一针打下去 猩猩直接耳朵冒烟 眼睛爆炸 这下通缉犯 是完全清醒的过来 一路之下 就要砸了这不靠谱医院 发现了半天 居然有点头晕 原来 刚才打的是酒精 大猩猩指了指棋盘 他想用下棋 侮辱他的智商 棋盘下来 医生懵缺了 自己居然还玩不过 一只大猩猩 他赶紧打电话 给附近的护灵员 说要一只 智商超人的猩猩在这里 阿刷趁着看病时间 开始去送小美回家 可刚到半路上 就遇上了 马戏团的小混会 幸好遇到 通缉犯的小情人 出手相救 这病灵丁大醉的大猩猩 已经和不靠谱医生 打成一片 看来今天是不醉不散的 两人喝高了 还骑上了 如董小三轮 这笨搭笨搭的模样 看着都很是搞笑 话说 喝酒不开车 喝醉不开三笨子 三笨子 撞到石柱 直接分成两半 悲剧的大猩猩 坐着摇摇车 控制不了方向 那是直接飞到马戏团 吃瓜群众没掌声 这一顿追着打 通缉犯走投无路 只能跑到了森林里 巡崖的树上 将另一只大猩猩 给弹上了巡崖 这头大猩猩 可比积极国王厉害不少 人家那气势 一帮子人 那是压根不怕 一个小弟来叫嚣 一耳趴子 就被扇飞 一下没人敢靠近 阿帅和小情人回医院 这才得知 大猩猩已经跑路 距离去哪里 医生也不知道 通缉犯清醒过来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哪里 而那只野猩猩 已经进入了村子 乡亲们屈服在 因为之下 只敢躲着 小情人以为野猩猩是男友 主动想去和好 发现大猩猩 非常生气 他以为是男友不开心 只能去找阿帅来帮忙 阿帅来着香蕉过去 一根香蕉 将野猩猩 弄得服服帖帖 这边护离员 将真的逃跑的通缉犯 当成了导弹的野猩猩 拿着麻醉枪射击 通缉犯没走几步 便倒地不起 护离员好不容易 将大猩猩送上车 想着赶紧 送去动物保护中心 通缉犯再次起来 发现自己 已经到了目的地附近 去河边坐上小船 就能跑路 而阿帅 则拖着野生猩猩 也来到了目的地 野猩猩想要撒尿 于是来到 印度五星级厕所 一人一猩猩 正在撒尿 通缉犯也站得起来 这一下 谁是马戏团猩猩 谁是野猩猩 不管阿帅吓尿了 通缉犯也吓尿了 碰到真猩猩 两人还不赶紧 塞牙子跑路 阿帅叫吉吉 确定大猩猩有反应 才分清楚 没出来的是野生猩猩 通缉犯求着阿帅 不要抛弃自己 自己可干不过野生猩猩 结果阿帅以为 是大猩猩求着自己 先离开 这下好了 冒牌大猩猩 遇上了森林的干六子 野猩猩挑衅对方 放马过来 通缉犯则怂得不得了 一扇容不下 两只吉吉国王 眼看着就要开干 还好旁边护林员 直接放倒了野猩猩 最后野猩猩被护林员 带走 保护起来 通缉犯则跑到的小情人这边 见到小情人 通缉犯直接撕掉了头套 阿帅这才知道 这大猩猩 明天是假扮的 而且是个通缉犯 等警长来抓人时 他已经和小情人 跑到早已准备好的小船上 只要过了河 就离开了印度 他们便可以逍遥法外 阿帅一人拉住绳子 直接拴在码头上 小船被挂在河中间 打转转 通缉犯用信号枪 瞄准阿帅 阿帅则一只香蕉 丢过去堵住枪口输出 自作聪明的通缉犯 接着我们落网 而阿帅 不光得到了悬赏奖金 而且还收获了爱情 每天不小定 欢迎来到关注西瓜坑林 本周闻来源 动物店 你好 查理